因为婆婆的一句话 她和家人闹得不可开交 因为妻子的一句话 她把岳母打得受伤入院 拿起那马渣就朝我砸过来了 我妈在后边拽 她就一常把我妈摔地下 我妈整个脸当时就肿起来了 她说她毫无底线 是个魔鬼 我总觉得她心里面 就住着一个恶魔 很冷酷 很绝情 很毒的这种 她说她无理取闹 像个疯子 一个犯例就能引发一场惨案 我就上来了 你赶快给我滚回来 谈其痛苦往事 妻子在场上一再落泪 提到心中委屈 丈夫数度哽咽 妻子却嗤之以鼻 因为她是我的媳妇 我做这个事是应该的 你们没有办法体谅 我当时那种心痛 你要把这个痛 夫妻俩互相嫌弃 甚至是互相伤害 到头来遭殃的 却是家人和孩子 然后我妈也是甩门地走了 拿起来一个举起来 还有头顶 那么究竟是谁出了问题 让矛盾一再升级 小事变大 大事没法化的背后 又是否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纷纷扰扰之中 我们的调解团队 能否为他们找回初心 解决难题 调解马上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 近拍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 胡建云 胡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是一对夫妻 陈先生和胡女士 两位今天来到金拍调解 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 不知道怎样 就是在这种婚姻中 和她相处 能做的 我不倾尽我的权力去做了 但是感觉不到 就是跟她是一家人 包括她的家人 就是感觉不到是一家人 永远是被排斥的那种 现在的婚姻 走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基本不愿意跟她说话 不愿意看到她 包括她的所有亲人 我基本就不来往 陈先生呢 我希望我们小家能够幸福 想让她乐观一些 心态平和一些 不再每天纠结于这种矛盾当中 你是希望胡女士能够改变 共同改变吧 很多事情不是表面看到的那样 她应该看到 每个人的内在的这种 真正的需求 十多年的付出 换来的却是丈夫的不理解 家人的不尊重 这让胡女士很不平衡 也很心痛 可话要说回来 既然胡女士那么渴望被家人接纳 为何如今要把自己 打造成一个局外人的形象呢 胡女士说 她的这种破罐子破摔的心态 是从两年前和婆婆的一次口诀开始的 老人在这边帮我带孩子嘛 刀贴嘛 他就说到了 他弟弟要结婚嘛 他就说 他结婚的话 你们就需要拿钱 然后当时我就心情特别不好 他弟弟从七八岁开始 我进他这个家门 我是当亲弟弟这样对待他 我肯定会拿 但是那时候我主动去拿 不应该是你父母派给我的任务 我就特别生气 我就说 跟我们住哪 谁的责任谁来负担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孩子 我们俩就 一对我就吵起来了 然后婆婆就给她打电话 就赶紧回来吧 就是说 我再跟她吵架 然后她就从店里边回来了 回来以后 基本上我婆婆就说 跪哪 就让她跪到哪 然后她就很听话地跪到哪 然后我婆婆就 一巴掌一巴掌扇她耳光 就是说 你父母把你讲这么大 你让父母受这么大的气 然后我觉得就是 你是打给我看的 你对我的气氛 你不敢打我 打她是打给我看的 然后我们俩就吵 她也很气氛 反正跟她妈两个人跟我吵 结果呢 结果一样她就走了 水门就走了 然后我就给她打电话 我说你要不回来 我就把她点个油 我就把这房子烧了 她回来了吗 没有 没有回来 我就在门口的地方 倒了一份那个食用油 然后我婆婆就出来的时候 就不小心 就是在门口的那个地方 就滑倒了 其实没有 是不是滑了一下 然后就倒了那箱子 然后我婆婆还在那个卧水座 这个事说过去 陈先生 闹得挺激烈的 当时她给我打电话 就是很着急 然后让我回来 回来以后 我就看到她们两个人都不高兴 我妈呢 当时也让我跪那儿 我说跪吧 她说父母嘛 然后打了我一巴掌 起来我就说嘛 怎么回事 然后呢 我说我妈如果说有什么 做得不对的 我可以给她说 我说做工作 你就体谅体谅 将来将来就行了 你这个态度不行吗 不行 她还是着急 必须要个说法 说你必须给我道歉 我就出去了 我说咱们先冷静冷静 这会儿都在那个气头上 也解决不了事 那你这样一走了之 她跟妈妈留在家里头 这婆媳两个还得了啊 不是 只要我在场是愈演愈烈的 然后竟然早上她回来了 她回来以后什么也没说 但我婆婆就故意地从那个屋子 一瘸一拐就出来了 特别让我儿子看 好像我打了人家 人家就急了嘛 我要自杀 就拿刀 刀拿刀 要就去 就躺到了地下 就是拖着去 不让她去 不想坐 然后婆婆看到了 就跑下去楼去 叫邻居 起来以后 我婆婆说 那我们走呀 我说你所有的吃穿用的 都是我 我当亲生母亲一样对待你 就是你从来没有说 在吵架的时候 就是给媳妇一个台阶 给媳妇一个脸面 从来没有 一弄就走 一弄就走 我说那你把我所有给你两个东西都留下吧 最后婆婆走了吗 走了 我也再没有人请她来 闹自杀是怎么回事 也是非常无奈 我就感觉到我这个太失败了 安抚媳妇安抚不了 对妈妈呢 也是感觉到很不孝一样 两边都为难 你最后只能是选择 对 当时我妈走的时候 她让我妈把所有的 就是她买的衣服啊 什么的 脱下来 然后我妈也是甩慢地走了 走了我给我们爸打了个电话 我说你去车站接一下她 我说你拿点厚衣服干啥的 你接一下 你当时看见妈妈就那样走了你心里头 很痛 这场让所有人都食料不及的风波 总结起来就是 婆媳吵架 儿子遭殃 到最后三败俱伤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可以说三个人都不够冷静 也都有责任 谁的心痛和委屈 也不会比对方少一分 而从婆婆夫妻出走的那一刻起 胡女士和家人之间的情感裂痕 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去年 她弟弟结婚 我是听她 婶婶就是说 家里定了日子了 什么时候结婚 但他们家里面 包括她在哪 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说 要结婚了 我爸 我马克思给我说过 说不行的话 我再单独给他打个电话吧 我给我爸说了 我说我回去了 给他说就行了 我说都是一家人的 我说我知道了 就是等于他知道了 你说了吗 说了 去年春天的时候 在店里面 就是跟他父亲打电话 我就听到了 他家里边弄这个房子 然后我就特别生气 这种东西是 有我的一份在中间 作为父母也说 弟弟要结婚了 我想收拾家里的房子 没有人去说 遇想生气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房子不要弄了 他就说 为什么不要弄 就很气愤 就要弄 你们家要是你弟弟结婚 你就不让他收拾房子 我说如果是我弟弟结婚 涉及到我的事情 我父母也会征求我的朋友 所以你生气的点是在于 他没有征求我 提前就是 知会一生的就没有 那后来这房子 最后怎么处理了 还去弄吗 你有把你这个意见 告诉给他的家里人吗 我跟我公公打电话了 对着弄 我回去了以后 就是把那间屋子堵了 那个床上全部都是老鼠屎 没人管 没有人管 被子在柜子里都长了毛 你当时看见这个 我特别心酸 我自己关在屋里我就哭了 坐在那个屋里头 对 我就站在 没有坐的地方 妆台上 梳妆台上都是蜘蛛 我只是觉得 弟弟要结婚了 跟嫂子说一下 你们日期没有通知我 收拾房子也不说 你觉得这个事错在谁呀 对他们要求太高了吧 我太高估了 他们家庭的这种水平 是不是也觉得高估了 自己在他们家的地位 我弟弟结婚的是去年 这件事是发生在前年 修房子是在前年 是不是因为弟弟要结婚了 所以才修这个房子 不是 我们家是老院子 老庄子 旁边都是新盖的房子 比我们家院子高一米多 我们自己那个屋 墙皮全脱落了 然后我爸就说 趁冬天把这个屋里 带的台高有半米 到时候把磁砖 再重新铺一下墙 咱再整一下 你们过年的时候回来 也有一个地方住 您有把父亲的这个本意 跟他说清楚吗 包括父亲想做成什么样 为的是什么 说过 那他干嘛就不同意呢 这么好的事 又不要出钱又不要出力 他还是就是说 对于他们 就是这种想法的一种反抗 你想做这个事 我就是不想让你做这个事 那最后他说 他回到家去 发现房子 所谓的修整了以后 就是他看到的那个样子 房子 修整之前比那时候更糟 胡女士没有想到 在婆媳关系变得不再融洽以后 公公和丈夫也开始变得冷漠 甚至对自己还带着几分敌意 当看到老房子翻新后 自己的东西被丢得七零八落时 胡女士的泪水就再也忍不住了 一次又一次地被针对 也让他内心的委屈加深了一层又一层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决定参加丈夫弟弟的婚礼 在婚礼举行三天前 他甚至主动邀请丈夫一起去买新衣服 在店里边 店里面也都在 我说你出时间跟我一块买身衣服 一句话也不说 一番好意 却被丈夫迎面泼了一盆冷水 胡女士也不干了 等我回到我妈那儿 晚上的时候她就给我发来了那个年轻回家红包 她发红包给你干嘛 买衣服啊 然后我就没有收 我又回我不买了 就你想买的时候她不热心了 等到她热心了 你又不想干了 对 我很看重这个事情 但是你觉得你看重这个事情 我不稀罕你看重 两千块钱的红包 无法平息胡女士心中的怒火 电话里她直接告诉丈夫 这婚礼她不去了 而她的这个表态也让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第二天早晨她跟孩子就是开车过来接我 然后我妈就是贴线在街上就挡着她 她车停到那儿了 然后就听到我妈就是突然就软话好话 洪洪她跟你走吧 然后她就突然大声地喊 爱去不去 人家没了她就不结婚了 其实我没有就是百分之百铁了心 我就不去了 就是心里边不舒服 就是有种赌气的这种感觉 完了以后她进来了 拿着马杂坐到大门口 就跟你讲道理 讲什么呢 为什么不去 怎么知道的就是跟你讲道理 这会儿呢就是我侄女跑过来说 说我女儿不见了 就赶紧都跑去找吧 大街上就喊孩子 然后孩子从我妈的两间地下室出来了 她就很气愤 我进屋什么都没有说 拿起那马杂就朝我砸过来了 马杂直接砸到我胳膊上这块 马杂就砸断了 我妈一看这个情况赶紧拽她们 然后人家就喊着说 我早就想好了 你把你全家都杀了 然后我在自杀 妈妈偷住了吗 我妈根本就拉不住她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 根本就拉不住她 然后吓得几个孩子自拉万叫的 她打我们就赶紧想出去嘛 接着就过来 我妈就拽她 一直让我赶紧走 就我妈在后边拽 她就一双把我妈摔地下 然后我妈起来再拽上去 再这样再去摔 谁都拖不住了这时候 对 我就赶紧跑出去 敲邻居一样的门 跟孩子一人敲了一个邻居一样的门 然后邻居就来了 跑进来以后她就已经坐在沙发上 我妈整个这个脸 这爸妈脸全部就摔起 肿起来了 当时就肿起来了 然后邻居说你不能这样呀 老人你不能这样呀 然后她就说她还打我妈了 那后来呢 这事怎么结啊 邻居往家来的时候 我就打了110 报警了 对 然后我就跟我弟弟 跟我爸爸打电话 让他们回来 然后我爸爸跟我弟弟回来以后 就我弟弟上街 踢着气氛就要打他 我爸就拦着不让 然后当时警察来不了解情况嘛 我觉得这种事情 我就觉得真的接受不了 最后警察什么意思 我就叫警察让他带走 我爸就拦着死和不让 然后爸说你先出去吧 你先走吧 陈先生走了 走了 那天是怎么了 丈母娘在门口特意拦着你 是希望你们好好的 当时回家之前呢 她也是一直在发短信 反正非常不好听 进门之前还一直 一直骂骂咧咧的 还在短信上 一直说的是不回家呢 心里边肯定也带着去了 到家以后 我女儿不是说找不着了 我就往汽车站跑 我又往这个街里边 转圈去找去 找了一大圈 没找着 那会儿我心里边 还是挺有火的 回去以后 她自己在沙发上 坐着摆弄手机来 其实我内心想了 我说你在这儿 就是看看孩子 自己在低压室 不知道玩了多长时间了 还不知道呢 你生气的是 她没有把孩子看好 也生气是啥 她给我发那么多短信 说不回家 所有的这些情绪 积压到一起 最后你也爆发了 对 回过头来看这件事 怎么看 我挺后悔的 毕竟这么长时间啊 我对她的父母 让她来说 用我的心去对他们的 同样是因为 胡女士的一句气话 到最后发展成了 三百俱伤的局面 不过这一次 受伤的却是 无辜的岳母 谈及当时的鲁满和冲动 陈先生也十分的懊恼和悔恨 但在当时 既没有能力 也没有勇气 处理残局的陈先生 却是选择一走了之 留给岳父家一地鸡毛 担心事态进一步恶化 胡女士的父亲 主动给庆家公 打了一个电话 希望对方能够出面处理 可是公公的到来 不仅没有平息 胡女士心中的怒火 反而让她和丈夫 以及婆家人 彻底的决裂了 我爸爸始终就是 不愿意把事情 就是闹僵 闹大 然后就跟他父亲打电话了 告诉我们的事情 他爸吃完中午饭 跟另外一个人就过来了 来以后我爸 就把这个事情给他说 那也看到我妈那个情况了 他父亲从始终 就是这么多人都是这样 没有态度 没有任何态度 也没有问一下 没有表现出 这个孩子怎么做这样的事情 很气愤 他总觉得 我儿子这样做是有原因的 那公公来是干嘛呢 中间人就说回去吧 就让我回家吧 意思就是我还得 我这个嫂子去唱主角去 我说都成这样了 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 再谈下一步说回去了 然后就我爸说 就说你们把孩子得回去吧 让他那个爸 给他打了电话 然后他就外边就 就回到我们家 进来了以后 也没有说批评他 也没有任何的表示 我就特别生气 我就说这样的事情 就是一个父亲 就没有立场 然后他父亲就跑到院子去哭 我养儿子这么不容易 你们让我生这么大的气 就是在院子里 他这话是说给谁听的 包括他 包括我 最后呢 就我妈就整个眼睛中起来 就开始就是头晕 有点恶心 我说不行 赶紧去医院吧 我弟弟就开车 就是带着我妈和我到医院 公公这边还有陈欣人这边 他们中间还独自跟我说 你回去吧 你妈在看病 你先回去吧 家里面要办事 这么大的事 你回去吧 我就不可能 不要给我说这个事情了 然后他父亲就跟中间人 包括他妹祖 三个人过来 然后都走了 弟弟那边的婚礼 你没去 没有 没有谈家 陈先生呢 也没有谈家 都没去 我给他母亲呢 也是赔礼道歉 毕竟这个事事故我引起的 我就当天我在那儿 第二个呢 还担心是啥 只要我在那儿 那就是矛盾在那儿 就是吵到那儿 如果我回到家 我担心 在婚礼上 再去闹现场 所以这两方面考虑 我问一下你爸爸 在那个时候来了 我女士说 一个态度都没有 他来了以后 删了我一巴掌 但是说不出什么道理来 爸爸在院子里哭 然后说的那些话 他哭的时候 我看到了 看到了以后 我心里也很不舒服 最后你们两个 没有参加弟弟的婚礼 丈母娘在医院 你道歉 这个事就算是过去了 我们之间没有过去的事 矛盾发展到这一步 已经不是陈先生的 一句道歉就能化解的 不管是公公在院子里 哭诉时的尴尬无助 还是岳母受伤住院时的 身心痛苦 都深深地刺痛了 两家人的心 自始至终都没有等来 一句公道话的胡女士 也对丈夫和婆家人 彻底地失去了信心 一直都是被动受伤的她 开始了自己的反击 我们两个孩子 每个孩子 我妈都在那儿看 两三年 父亲是年前 给我打电话 说想孩子了 要去看一看 我说你等我电话 看他高兴的时候 我说你过来 然后那两天 我感觉没什么矛盾 挺高兴的 我说你过来吧 然后我去幼儿园 提前把我女儿给接回来了 然后他们在那儿 然后他就跟我打电话 他说把孩子给我带出来 我说我在家做饭 一会儿都咱们一起吃饭 然后就必须带出来孩子 我爸一看 那就把孩子给他吧 别再吵架 到外面以后 他骑着电动车 把孩子从我们怀里 哗就躲过来 骑着就走了 我爸就扭过去脸 就掉了眼泪 然后回过来 头发给我说 没事吧 那就这样 那我就回去吧 爸爸过来到你们这儿 要坐多久的车 大概得两个小时 坐了两个小时 来看他两眼 然后又赶回去了 对 你为什么没有在这之前 试着说 跟他沟通一下 我爸爸想来看一下孩子 不敢直接说 因为平常 他就说 不让他们看 他说的事实 从这件事情开始 比如说他父亲 就是他 在我内心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我觉得 我这是孩子的妈妈 他是孩子的爸爸 心理上 我们两个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老人的这种心情 能理解吗 可以理解 那他来看看 自己的孙子孙女 他也不影响你 也可以不直接跟你打交道 我这样做 第一个 他爸那去的时候 就是一句话 从始至终没有任何态度 包括你说 你弟弟结完婚忙 我妈住了好几天院 结完婚了 有时间了吧 也没有一个人 去看望一下我妈 这么多年 从始至终其实我是明白的 他确实对孩子 对他的晚辈 是很疼爱的 所以说我又觉得 你们没有办法体谅 我当时的那种心痛 我就还给你们 你要把这个痛还回去 让你们去体会一下 所以最后 陈先生也痛 你也痛 老人也痛 大家都痛 胡女士坦言 不让父母看孩子 就是在报复 可孩子又何其无辜 而当一个人选择 用伤害去回报伤害 以痛苦回报痛苦的时候 她又怎能得到 真正的快乐和幸福 胡女士处在痛苦的漩涡里 无法自拔 夫妻之间的感情 更是降入了冰点 那么作为旁观者 亲戚朋友会如何看待 他们这一系列的矛盾呢 现场我们拨通了 陈先生二婶的电话 你好 婶子 你好 你那个侄子 还有侄媳妇 在我们这调解 他们的矛盾 先问一下 对这个侄媳妇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这个侄媳妇啊 比较好墙 这个女墙人 有些事呢 好较真 那据你了解的 他们夫妻之间主要 因为什么事情闹矛盾呢 往往有一些小事 引起了前面的一些事 过去就过去的 不要老提 感觉您这话的意思是 希望这个侄媳妇 能够过去的事 大度一点 不去计较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刚刚她说到这些事的时候 我能感觉到 到现在 她心里头都还是 特别地过不去 特别是说到 跟她婆婆之间 有一次矛盾 闹得特别凶 她的嫂子可能也有些问题 是说话吧 她们也没文化在老家 我也是跟侄媳妇 也是这么说的 咱们不是跟公共婆 在一起过日子 能包容了就包容了 能理解的 多理解吧 小侄子结婚这件事 也闹得特别不愉快 这个您清楚吗 知道 因为我在婚礼现场 又被我侄媳妇打电话了 你们两口子怎么生气 今天这婚礼 一定要参加最好 因为你们周围之间 以后要处理关系 干啥的 我说前事先别提 看到沈的面 回去 如果到老家参加婚礼 又打电话 她就不接我的电话了 就是说了这么多 您也说了 侄媳妇是个个性比较强的 那你侄子这边呢 侄子这边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侄子的脾气比较强 幼 走这事呢 我也经常说侄的 应该是两边满 能不能给媳妇说点好话呢 为了家里过日子 父母那边也是大了 今天我们在中间坐 你是个中间的桥梁 在这方面 侄子做的还不够 不够 她的脾气性格 一点忍耐性都没有 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给他们两个人呢 想过去的期间 就得互相包容 互相批量 风风雨雨 这十几年都过来了 看在过去那份上 不要跟家里头反正 只要你们父亲过得好 我们就满意 好 那谢谢您 谢谢 希望你们各位老师 好好都劝他们吧 好 我们会努力 谢谢您 好 再见 再见 在二婶看来 侄儿吉父太计较 侄儿又太冲动 往往一件小事 到最后就发展成了大麻烦 电话里 她也是各打五十大板 希望能够稀释宁人 但在观察员刘峰看来 要想减少家里的矛盾和误会 胡女士身上的一个坏毛病 必须得改 你的性格当中 有一点 我觉得你要特别的注意 就是什么呢 迁怒 我们说 事情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老人家的水平问题 而不是好歹的品质问题 包括后来父亲就是公公在院子里哭泣 他很无奈 我也能感觉到他内心的那种纠结抓狂和悲催的感受 其实你很多时候也感觉到自己纠结无奈悲催 难道这不是同样的痛苦吗 只是每个人站的立场和角度不同 你站在你自己的角度 他站在儿子儿媳整个家庭的角度 从这一点来说 他的爸妈格局要大一点 他们不是为自己的生活痛苦 他们是为你们的生活痛苦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不站在老人家的立场上去思考的话 我们就会理所当然认为 我是对的 我受委屈了 他们是错的 他们不该受委屈 所以立场稍稍改一改 我们会好受一些 我觉得你们一家人都是武林高手 怎么体现的啊 婆婆 把儿子叫过来 不压一巴掌 媳妇 拿个油 就叫到门口去了 紧接着 儿子就要闹自杀 对吧 这表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你们处理问题的时候呢 都是硬碰硬的 钢的 你什么时候见过两块铁爬吃一下 撞到一起的时候呢 解决问题 解决不了 但你把这个铁啪丢到水里来说 就见个水花就没痕迹了 所以在这个以后的过程当中 咱们能不能在处理事情上来说 讲究一个训练方法来 这个很关键 第一点 第二点 我先问一下这个女士吧 是不是在婚姻家庭当中 应该把自己当成婆婆的女儿 没有问题 媳妇是不是应该拿婆婆当妈 没有问题啊 其实是不对的 你行为上可以关心 你可以做得更多一点 但你是在心理上 你是绝对做不到的 因为在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 两个人当中 你在心理上 你不会拿她当亲妈 你的妈妈也不会拿她当亲女儿 但是正因为你们这么考虑了 这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我是妈妈 我就说 你们弟弟结婚了哈 拿点钱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我拿你当女儿啊 我觉得我能可以做得了你主啊 如果说你两个弟弟结婚 你妈妈说这句话的话 你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不对 但是这个婆婆跟媳妇说的话 这个东西就有问题了 婆婆把媳妇当女儿 但是未必这个媳妇心里边能接受这个妈 不是说这个媳妇哈 是基本上大部分情况下 人在这个心理承受上 她是不会出现这样一个完全的契合度的 这是客观存在的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这个关系是什么来着 不要把媳妇当自己的女儿 也不要把自己的婆婆当自己的妈 行为上可以当 多尊重多孝顺 但是呢 在处理问题上要当做什么呢 当自己的亲戚 你妈如果把她当中一个侄媳妇来说 会跟她说 咱们这个老二结婚 你看咱们你这边需要准备点啥 或者你去干嘛干嘛 她就会去商量一下 对吧 所以在处理问题上来说呢 人呢可以退避三舍 可以避障一下 可以把自己当一个外人来做 把对方也当一个外人 这呢就出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尊重 就是以理相待说白了就是 那么很多问题可以解决了 两位观察员认为 胡女士在认知和心态上 都要做出调整 在理解公婆的基础上 互相尊重 做到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但在观察员廖喜玉看来 胡女士之所以会对丈夫家人 如此的对抗和排斥 陈先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你始终就觉得什么都是老婆不对 这个就不好 他跟你父母闹的时候打电话要你回来 那他是在干什么 他多么渴望我的老公 这个男人 这个爷们出现的时候 能把在家里这种 糟糕的这种状态 能够化解掉啊 哪怕你进来就是说一句 老婆 你受委屈了 好 你回房间 这个问题我来处理 哪有下面这样的事情啊 如果在家里他这么伤心 他在弱累 他在痛苦 他在纠结 你也是这样一样的吧 站在旁边不知道怎么办 一招啊 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 老婆 委屈了 我这个做老公的没有做好 来 你需要我怎么做 这样的话你也不会说吗 这个家庭的婚姻生活 包括家里的这种和谐 我觉得该从你做起 如果一个男人 总是必重求亲的话 你说毛都能化解吗 你说他斤斤计较 以前的事他过不去 他能过去吗 因为你一件事都没有解决啊 廖喜玉的这番话 似乎是触及到了胡女士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让他再一次哭了起来 可陈先生在一旁却并不为之所动 他告诉我们 这两年来 他也曾经无数次地安抚过妻子 可无论自己怎么做 妻子不但毫无触动 反而是垫本加厉 有时候我在沙发上就摟着 哄哄 别生气了 一个小时哄不行 两个小时哄不行 哄到夜里十二点不行 哄到早晨不行 我们因为一件小事 我曾经给朋友的时候 一个垃圾袋引发了惨案 一个可能一个放任就能引发一个伤惨案 我是当兵回来的 我很爱收拾 有时候我收拾了 把垃圾袋可能搁到那儿 想下楼的时候拿下去 但是一个电话 说门市有事了 赶快走 有时候我忘了 他就 火就上来了 你赶快给我滚回来 回去以后我不好意思 那我忘了 给解释 他就拒绝 这个就过不去 他心里不高兴了 其实我知道他 还是以为以前的一些事情 不高兴了 就发微信 我现在我有一个微信恐惧症 不敢听见微信响 一响 我说是不是他发了 一响是不是心里又不高兴了 接电话 咱说一个小时 说两个小时 说不完 道不清 说不明 以前的事情说不完 咱们都放下去 不去就这样 谈其自己的努力和付出 陈先生很动情 提到妻子刁蛮任性 陈先生很无奈 可胡女士却再一次强调 自己就是故意的 那么丈夫的种种努力 为何打不开胡女士的心门 她对丈夫 对公婆 还有着怎样的怨和愁 在明天的节目里 我们将看到 胡女士吐露出心底最大的痛 她每次说话的时候 就捐到你心里边最痛 最脆弱的地方去炸 我就接受不了 而这个痛也让她无法释怀 几度崩溃 那么胡女士究竟为何而痛 她的这种痛 又为何会让12岁的儿子感同身受 一个想靠近 一个要逃离 我们的调解团队能否找出症结 化解危机 你的形象在他的心当中 已经倒塌了 跪了下去 打我的时候 你的手是不软的 这怎么解决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 你真正的想要的是什么 你这样违背他的心意 加给他的婚姻 婚人这样 加重了你的情绪负担 明晚金牌调解 调解继续 好看 你终于吗 我这个想要是什么 你这么想要的 你这么想的